Hey,我是Himi Bro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跟我有一樣的經驗呢? 當你習慣使用某家串流平台的時候 卻發現,誒 某些歌手的某些歌曲或某些專輯 在那個串流平台沒有上架 所以你只好去另外一家串流平台聽 又或者到YouTube或是其他地方去尋找 那這個狀況某種程度其實也造成我們使用者的小小困擾 有沒有一種系統是可以一站整合所有音樂平台 你只需要透過一個裝置就可以播放來自各家串流平台的歌單呢? 我想要推薦Wears Play 玩音響給大家 Wears Play 玩音響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直接把YouTube、Spotify、KKBOX 三大平台整合進一台音響裡 透過7吋的觸碰螢幕 就可以直接在音響上面搜割、播歌或是建立歌單 那Wears Play 還有專屬的App 讓你透過手機也可以直接操控音響 那在App上面你還可以一口氣搜尋這三大平台的歌曲 最特別的是它還有一個派對DJ模式 可以不限人數讓多部手機同時連線點歌 直接在家裡開趴了啦 你家就是小型KTV 每個人都可以隨意的切歌、點歌或者是插播歌曲 那Wears Play 也提供中文語音小幫手的服務哦 讓你直接用聲控的方式就可以操控音響、播放音樂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它不間斷播放的設計可以讓你不受電話、通知、鎖屏的影響 你的音樂播放是不會被中斷的 那依場景可以無縫切換 在家裡就用音響聽音樂 出門就可以用Wears的App 那目前呢在PC Home、Momo、Yahoo 都可以買得到Wears Play玩音響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下方資訊欄位的連結 去逛逛看哦 好,你現在收聽的是 吉米跟你說 今天吉米要跟你說什麼呢 要來把那些天后的神曲 通通打回原形 OK,歡迎回來吉米跟你說的Podcast 好久好久沒有Podcast的節目了 而且也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做這一種 你不知道的XXX什麼什麼歌之類的這種歌單主題了 那我知道有蠻多觀眾都很喜歡我做這一類的主題 就是你們可以,哇 藉由這樣的單元可以認識一些以前沒聽過的歌 或者是知道一些可能歌曲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 那今天很特別哦 今天就是要來滿足你們那個挑剔又好奇的耳朵 那些華語樂壇 我們都耳熟能詳聽到爛的華語經典歌曲 在這些歌曲問世之前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呢 所以今天這一集很特別的是 我精心幫大家挑選了 五位天后 分別是王菲、林一蓮、莫文蔚、梁靖茹 還有孫燕姿 那他們過去有曾經發行過的五首 非常快智人口的歌曲 那這五首絕對是你們都有聽過非常非常的紅的歌 那我找到了這五首歌 他們原本的原創者、原本的作者 自彈自唱的原始的demo版本要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珍貴 那我們可以一起來好好的回味一下 這一些曾經陪伴我們長大的經典華語歌曲 原本是長什麼樣子 好那等等休息一下回來 我們就從第一首歌開始吧 Uber Eats來啦 這是一款非常實用的APP 它讓機場露露的人 可以立即找到最愛的美食和餐廳 就來找你想吃的美食 立即下訂 讓我們將美食 萬一送到你家 無論你在哪裡 我們都將美食送到你的社會中 快來享受美食吧 我無法幫你預言 委屈求全有沒有用 哎呦喂呀 這首怎麼那麼老派的開場 這首歌應該沒有人是沒聽過的啦 絕對是這個全球華人 無人不吃無人不曉的這個陪伴戲神曲 那它就是來自梁靜茹的分手快樂 收錄在他2002年2月發行的Sunrise 我喜歡這個專輯裡面 那這首歌的作者是誰呢 叫做郭文賢 那他在2001年 譜出了這一首曲子 而且他當初在寫這首歌的時候呢 腦中就出現了一個迷之音 那個唱這首歌的主人 就是梁靜茹的聲音 我無法幫你預言 委屈求全有沒有用 可是我多麼不捨 朋友愛的那麼苦痛 聊到了郭文賢呢 他是一個台灣非常非常資深的一位音樂人 那很多很多的天后 包括阿妹啊 許如雲 劉若英 孫燕子 都有唱過郭文賢老師的歌 但是偏偏呢 唯獨呢 他跟來自馬來西亞的 Fish 梁靜茹 特別的 緣分特別特別的深啊 在分手快樂這首歌誕生之前 郭文賢老師就曾經在梁靜茹的專輯 前面的兩張專輯 裡面就有貢獻過兩首歌 分別是如果有一天 跟最想環遊的世界 那都是郭文賢老師寫的 郭文賢呢 他形容寫歌創作 就像是在發功一樣 他會去營造一個情境 讓自己走進去 陷進去 去感受裡面的景物 甚至是空氣中的味道 那有一天呢 他在他自己創造的這一個 以分手為主題的情境裡面 走著走著 這個鋼琴彈著彈著 忽然他就聽見了 梁靜茹的聲音 有點可怕 像鬼故事一樣 就是彷彿冥冥之中 這首歌他就是要屬於 梁靜茹的 一個非常非常玄妙的創作過程 那我們現在聽到的 這一個Demo的版本呢 他不是郭文賢老師自己唱的喔 他的演唱者呢 叫做林佑佐 那也是一位創作人 那林佑佐過去 也有幫一些歌手寫過歌 包括我以前很久以前 去年有在一集Podcast 聊一片歌手裡面 有介紹過的香港歌手 叫做邝文荀 他的一首主打歌 幸福後樂園 還有這個Melody 現在大家在台灣的 這個節目上看到那個 Melody 他以前也是歌手 他的一首主打歌叫 《愛多少早知道》 那這兩首歌呢 也都是林佑佐寫的歌 也就是唱《分手快樂》 Demo的這一位演唱者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一起來聽聽看 這一首 由郭文賢老師譜曲 然後他請這個 林佑佐來演唱的 《分手快樂》的 你不怕分手 只有點遺憾難過 請人節就要來了 想自己一個 其實愛對了人 請人節每天都過 分手快樂 祝你快樂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不想過動 眼倦沉重 就飛去熱帶的島嶼游泳 分手快樂 請你快樂 會變錯的 才能和對的相逢 離開就愛 像坐滿車 看透扯了 心就會是晴朗的 沒人能把誰的幸福沒收 你發誓你會活得有笑容 你自信時候真的沒多冷 我怕來不及 我要抱著你 OK 接下來這首歌 更不用說了吧 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這首歌啊 他就是收錄在 林毅蓮 在2000年1月 所發行的 林毅蓮死 這個專輯名稱 我不確定他到底要怎麼唸啊 是林毅蓮S 還是林毅蓮S 裡面的主打歌 至少還有你 這一首已經這個傳唱20年的超級神曲 的作者是誰呢 他是一個來自香港的唱作人 叫做 David Chen 陳匡榮 那香港的樂壇呢 都叫他這個大飛啊 大飛 那他同時也是香港一個獨立樂團 LMF的鼓手 其實真的很難很難想像啊 這樣子一首這麼優美的一個抒情歌 竟然是出自一位硬派饒舌團體的成員之首 David Chen 那他其實寫過的歌也並不多 還蠻少的 這一首至少還有你的誕生過程呢 也是一個神來之筆耶 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在一個琴行打工 有一天呢他在店裡面試一把新的琴 他就這樣很隨性的 這個彈著彈著 那這首歌的旋律就跑出來了 他就出來了 那後來呢他就被一個香港樂壇的前輩叫做周啟生 發掘而進入了香港的演藝圈 之後呢又跟這個林夕啊 林毅蓮又搭上了線 而誕生了最後大家聽到的這個版本就是 至少還有你 那David Chen他近幾年算是比較活躍在 Eason陳奕迅的這個幕後班底裡面 譬如說Eason的樂語歌的一些編曲啊 他製作啊或是他演唱會 那David Chen都有參與 那現在聽到這個版本的演唱者 也不是David Chen本人 而是他的一個好朋友叫做Carson 梁玉玲 那他也是一個香港人 那他是一個香港的model 也是一位演員 然後他2019年呢 還有曾經代表香港參加過 Man of the World的世界選美比賽哦 就是唱這一首至少還有你demo的這個男生 他是曾經代表香港參加 選美比賽的一個muscle man 好的一個演員 好啦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這一首 來自於香港的音樂人David Chen所創作的 至少還有你的原版 我們好不容易我們身不留情 Yeah 我怕時間太壞不夠將你看置信 我怕時間太晚一夜擔心失去你 很不得的一夜之間擺脫 有不分你 如果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棄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棄 只想還有你 只能我去擔心 而你在這裡 這是生命的奇蹟 也許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記 總是不願意 失去你的消息 你真心的紙 我總記得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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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馳的木馬 讓你忘了想 在這一個公英幻笑的天堂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天后王妃 在2003年11月所发行的最后一张 应该是最后一张吧 华语专辑就是江爱 那里面的这首歌叫做旋目 那旋目它其实是旋转木马的缩写 因为当时呢 江爱那个专辑都把歌名全部都压在两到三个字之内 所以这首歌变成了旋目 那旋目的作者是谁呢 他是台湾乐坛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人 就是小胖老师 原为人 你们有没有发现 原为人版本的旋目的歌词 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 没有错 这首歌的原本的demo叫做 练曲LA 那小胖老师呢 他是有一天他下午呢 在看报纸的时候 他看到了关于 美国LA405号洲际公路的一篇文章 他就瞬间哇 回想起 呃 这一个地方 这条公路的场景 因为他也曾经去过这个地方 然后公路两旁的景色 那个嘘嘘嘘的那个回忆 就立刻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面 那就在那个moment 就激发了当时小胖老师的一个灵感 他很快的就用吉他把这一首练曲LA给写出来了 那所以原版的副歌的这个歌词是唱 Sanchei Boulevard 还有Santa Monica 就是这个LA的地名 那后来呢 辗转再交给了杨明学的这个作词人填词 那所以杨明学最后填出来的旋转木马 跟原本练学LA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篇章 那提到了杨明学 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才华洋溢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作词人 但是他在2004年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呢 他也才24岁而已 非常的年轻 那他留给我们花语乐坛最有名的一作 那就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是他写的 然后还有这一首王菲的旋目 也是很多人听过的歌曲 好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 原为人小胖老师的旋目的原版的demo 叫做《练曲LA》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幻灭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明确也是方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接下来哇这首歌的演唱者 他就是台湾的金曲奖史上第一位 来自香港的歌后得主 掌声欢迎Karen莫文蔚 她在2002年4月发行了爱的这一首歌 那她的创作人是谁呢 也是一位台湾的音乐才女 就是陈小娟老师 那陈小娟她凭这一首爱呢 也获得了当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哦 所以几乎呢可以说是 陈小娟音乐生涯最最最重要的一首歌了 用摇手跳舞 用左手走路 我踩着不成掉的音符 爱到远离的痛苦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陈小娟的经历 那她是1991年她是以歌手的身份在台湾出道 那她曾经有发行过四张专辑之后呢 她就转幕后去写歌了 但是呢她写过的歌很多你们一定都听过 很有名的像是Coco李文的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或是纳英的干脆 或者是王妃的流年 这些歌呢都是陈小娟的作品 那莫文卫的这一首爱 其实她的原曲叫做赶路 所以你会发现你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歌词 跟印象中的爱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爱呢是后来再交给了这个李卓雄啊 香港的词神李卓雄重新再填词的版本 那李呃不是李呃陈小娟的这一首赶路 她一写就写了六年 哇超级久的 怎么会花了六年时间才写出赶路这一首歌 最早最早呢其实是在1996年 那她有一天呢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小小的小酒馆 一个bar里面她听着台上呢 呃在演奏一个很迷人的蓝调音乐 然后她就沉醉在那个蓝调的节拍里面 她就有一点感觉了 她就随性的在酒馆里面 呃写下了几个简单的小调 小调的音符 之后她就离开纽约了 这首歌就被她放着 断断续续的写写停停 写了好多年 主歌都已经写好很久了 可是副歌一直卡关 写不出她的副歌 一直到2002年的一个 呃她说是很炎热的一个下午呢 她的脑中又突然就突然浮现了 Karen莫文蔚的声音 就跟郭文贤的脑中浮现了梁静如的声音一样 就是这么的玄妙 然后呢她就很顺利的把这一首赶路给写出来了 然后后来再交给李卓雄填词陈爱 那更悬的是她那天 那个很热的下午写出了 写完了这首歌之后 隔天 莫文蔚的公司 唱片公司 就打电话来跟陈小娟邀歌 也是一个冥冥之中注定 这首歌就是 就是要属于莫文蔚的歌啊 好那我们再来听 就接下来就来好好的欣赏这一首 是由 呃哇这首歌要好好介绍她了 她让莫文蔚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 然后作词人李卓雄也获得了最佳作词人 还有陈小娟本人也获得了最佳作曲人 一首歌就让三个人同时镀金的这个金曲奖大满贯的神曲 爱 她的原版的demo就是 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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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是新的窗户 你是我交的礼物 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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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是新的包袱 風景是行走的書 情欲甘露 生過徒留甘初 愛情是新的窗戶 你是我交的禮物 戀著甘初不如甘露 我愛情是新的 我愛情是新的 用野手跳舞 用左手走路 我猜著不沉甸的應付 愛到遠離的痛苦 聽見冬天的離開 OK 最後一位天后的聲音 大家應該是再熟悉不過了 而且聽到這個主歌 應該很多人都會跟著唱 那這首歌呢 就是來自於孫燕姿的《遇見》 那收錄在他2003年8月 所發行的精選集 The Moment裡面 那這首歌的原始作者是誰呢? 他是一個男生喔 他是來自香港的林毅峰 沒有錯 這首歌的原版其實是一首英文歌呢 那這首歌就是孫燕姿《遇見》的原始的demo版本 是一個全英文的創作 是來自於林毅峰的《By My Side》 那如果你是香港的聽眾 或者是你是有在關注香港樂壇的朋友 林毅峰這個名字 你應該可能不會太陌生 那他是一個創作型的一位創作人 那到現在也都還算是 活躍在香港的樂壇裡面 也並沒有彈出什麼的 那甚至他今年都還有推出新專輯喔 那但是2003年那個時候的林毅峰 他才剛剛出道才剛滿一年而已 他算是2002年在香港出道的 所以還算是蠻默默無聞的一個新人 那他真的真的就是靠這一首 就是向左走向右走的電影 這首主題曲 來幫林毅峰打開了一個知名度 那他曾經有在香港擔任過電台的DJ 他也有來台灣做過一陣子的音樂 那後來現在又回去香港 那固定在香港做這個粵語歌 但是不管他寫國語歌或是粵語歌 他的拿手武器呢就是他的吉他 他吉他功力非常的厲害 他往往就只需要一把吉他用這個unplug的方式 就可以寫出非常非常動人的旋律 那我個人呢也是非常非常喜歡這一首by my side 我覺得原本的這個英文的版本呢 也比中文版好像又更耐聽了 而且更有味道 那有一種西洋老歌的那種感覺 很喜歡很喜歡 那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就用這一首by my side 那來做為今天這一集的ending啦 希望今天介紹的這五首歌 那你們都會喜歡 那也可以讓你們 哇發現原來這五首神曲 原本是長這個樣子的 好那最後不免俗的還是要小小的工商一下啦齁 就是我的節目不管是YouTube影片或是Podcast節目 為什麼我的產片會這麼的慢呢 這麼的效率這麼低呢 就是因為真的都是我一個人做 那我有很要求很多的細節跟內容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們還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所製作的任何節目 能製播的任何的內容 你願意的話都非常歡迎幫我贊助 抖內一下喔 你的小小的心意都是可以 推進我繼續繼續 經營我的YouTube頻道的一個很大的動力 要不然可能你們以後就看不到我的 我的東西了 我的節目了 好啦那小兒贊助的連結呢 也都在下面的資訊欄位 那都可以自己去點喔 好啦 那今天的這一集Podcast就到這一邊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永遠都會堅持你 不想要醒來 找到你 在我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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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做事 封逐 weren't 我不能靠 你 看 我 不希望 真的 來 看 不想要唸 看到 你 不想や 找了 我們 But in my dreams never try to hold you tight Don't wanna wake up find you ain't here by my side When I wake up hope you are here by my side But in my dreams never try to count But in my dreams never try to live